Hello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娱乐视频 女星高龄怀孕很不易 除了身体上的不治以外 更要承担着塔尔的风险 因此许多女星在一定年龄后会选择风度不升 但也有为爱奉献拼一把的情况 演员陈少侠就是其中之一 陈少侠出道多年 但作品并不多 除了让她爆红的双儿角色外 她还与天网刘德华合作过几次 不过后来她嫁为人妇 也就淡出演艺圈了 而她自从陈少侠嫁给大她19岁的富商李文辉后 就决意为老公再度添砖弄瓦 因此好不容易通过试管婴儿成功怀上身孕的陈少侠 就成为老公的重点保护对象 这不,42岁陈少侠与老公李文辉及陈少侠女儿逛商场 如今陈少侠已经是怀孕8个月 正是比较稳定稳妥的时候 当天陈少侠看起来阔泰气场十足 陈少侠虽然连岁见长 但成熟女性的气韵越发明显跟迷人 难怪二婚带着两位女儿的情况下 她也能与富豪李文辉相叶顺利炸入豪门 之前还有人不看好这段感情 但陈少侠懒得理会外界质疑 一心与现任老公 过日子倒也幸福 对于陈少侠的父甘愿付出 李文辉除了生活上的精心照顾以外 还因陈少侠肯高龄怀孕而感动痛哭 她对陈少侠能够成功还上身孕 感到非常幸福 直接痛哭感谢对方 看到李文辉的举止跟态度不禁感慨 陈少侠的确是好命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